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坐他旁边 我本来还蹬他们两眼 因为很讨厌那个烟的味道 结果他们忍耐了20分钟 忍不住了 就过来了 他说你是马家辉吗 我说是 哎呦 我是三人型粉丝啊 然后哇 高兴得要是 请替我问候斗文涛 梁文涛 哎呦 永远是这样 没错 这个台湾怎么会 因为我在台湾有意思 那我原来我就问他怎么会看到 他说什么 他们是台商吗 他说没有 非常TK嘛 所以我就说TK族 台湾的好 他说装了一个小耳朵 现在台湾都流行 开始流行了 以前是豪宅才装 他说小老百姓 好像住在桃园 然后装一个小耳朵 就完全看到 可是台湾这么多的电视频道 他们干嘛装这个小耳朵 越洋过海的跑来看凤凰卫视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个规律是很有意思 你人性如此 你越不让人看什么 拼命了 其实没什么好看 但他这么看 而且还觉得好看 对 因为你不让他看 所以他想尽办法就要看 我倒是遇到一些这种 我们做出版 做书的 一些作家 学者圈的人 他们偶尔会看 比如说看了开选八分钟 因为我常常会介绍到台湾的书嘛 那他们就会留意一下 但这个多半是在网上看 很少人专门去装个小耳朵 其实现在你在网上看都看到 没错 所以现在我们都重视到了 家辉啊 我们这个电视台啊 没多少时间 这个西洋的行业 不是 我们不会没饭吃 那些经理们可能会失业啊 我们是创作 我们是制作节目的 什么人都需要节目 但是呢 我们将来的这个运载工具 不一样了 首先是据我所知啊 这个枪枪三人形 现在大概有一半的观众 实际都是通过凤凰网 在看 所以说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 另外两个视频网站 你知道 对于优酷和这个土豆 我呢都不太了解 可是我也知道 他们合并了 好像这个 而且这个微博文道啊 有一个有一个语言学上的意思哈 他可以啊 把一件事情啊 呈现出从正经化到不正经的话 多个这个色谱 你看我先给你说说啊 对这事啊 正经化怎么说 一家公司两个品牌 两个网站 两个销售体系 还没听完就不想听了哈 在开放合作 尊重包容的团队氛围下 达到双赢 一起实现合一梦想 这是优酷的CEO和土豆的CEO 两个人发的 今天吧 发的微博 对吧 这叫正经化 但是同样 你看这个微博上啊 当然我想两家的网站 基因都是在网络上讨生 我应该有这种幽默感啊 难免这个网友有这个调侃啊 但是这个调侃啊 很值得我引起 对人类学的这种研究 你看网友在微博上怎么说 你像这有一个叫窄府集中营的 他描述这件事啊 说优酷搂过正倚在窗台的土豆 手指轻拂过他的发丝 声音邪魅 说 我说这么多年了 还跟我闹别扭呢 土豆微微挣脱优酷的怀抱 拧了一拧 却无奈优酷一再的收紧 闭绷 最后优酷说 行了 回来吧 你在外边 我实在是不适应 咱们和好吧 把一份同居协议书摆到土豆面前 你看 这是一个说法 还有一个微博 讲啊 说一群人 围在土豆加门前 这个 叫骂 说土豆 你画质不清晰 什么缓冲冲百天 一卡卡万年 就说对土豆有一些不满意 这个时候 大门缓缓打开 优酷 一手搂着红了眼眶的土豆 一手夹着烟 优雅的走出来 眯起眼睛 看着众人 挑眉冷笑 我宠的 怎么 有意见吗 这个是这个 这个开玩笑啊 但相信两家网站有这个哑量 但我觉得这个玩笑里很有意思 我今天就问他们 他们给我找的这个材料哈 我说 为什么 在这个里面 你像法语 不是说很难学 就是因为 件件事都要分出阴性和阳性 少有名词 就连把椅子你也分成阴性阳性 很难搞 但是 我说为什么 在这个描述里边 优酷就被描述成男性 土豆描述成女性了 他们讲了一个 我觉得你可以联想到 现在男女关系很重要的概念 他说因为 好像土豆是备收的 我不懂两家的具体合作 土豆是备收的 就土豆溢价 很好的买卖 很好的价钱 这个 那等于意思是说 没有通常收购 我记得以前看新闻 或者说合并 都是这样嘛 都是比喻为结婚男女 比如说收购合并 国家之间也是 以前英国美国任何的新闻 一起合作攻打伊拉克 攻打哪里 网上也好 新闻的恶搞的图片漫画 都是这样 把一边英国 比方说美国化成男人 英国化成女人 可是假如英国跟其他国家合作来做一个事情呢 就把英国化成男人 其他国家合成女人 为什么呢 背后看谁的拳头比较大 谁的诚意 你说的是 你像我们这次去台北 你看就文道也跟我讲很多外语里面有这个阴性阳性 我就觉得你看 我们过去说是喜欢台湾 我也老会说 哎呀台湾是我永远的情人 你要是做诗的话 你潜意识的觉得 她像个美丽的女性 好像大陆 你感觉你就是个强悍的男性吗 大分阴阳 因为一般是这样的 我们把比较大的 比较壮的 比较胖的 都当做熊的 比较强势的 比如说像优酷也是 优酷这么多年来 给你感觉他比较财雄势大 他的经营 比较进取 有策略 那土豆呢 不是说没有 但是土豆 我一直以前 我也挺喜欢土豆 因为他给人那种自由放任的感觉 所以你就很容易觉得 他比较软绵绵的 比较不在乎那么多事 而且卖了好价钱 卖了好价钱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 非常有意思 你看看这个图片 他们就能显示出 人们就下意识的 你看就会这么来构建 这个优酷像是男性的 土豆像是女性的 而且你知道这次合并 还出来了网络新的流行词 叫看你一眼 说这个优酷 土豆合并了 苹果看了一眼安卓 猛牛看了一眼伊丽 麦当劳看了一眼肯德基 你看下面这个 很难免 到今天我们看到小学课本 中学课本 一样 洗碗的一定是妈妈 赚钱的一定是爸爸 谁有钱 像我们说优酷 比较财力雄厚 那当然是男性 可是我倒是担心 刚闻到讲到说 土豆一般你喜欢自由 放任 我们喜欢上网的人 有网瘾的人 都很担心的 以前网络好的 因为百花齐放 我放一段视频在这里 被禁了 我可以马上转个弯 在另外一方放 然后再再 又被禁了 又转一个弯 甚至合并了 怎么办呢 当然不是说他会禁人家 虽然他一定会禁 一些东西 那我们就担心 每一次我看到新闻 说有什么合并 什么巨大的一个企业体出来 我就担心 我担心网络最美好的部分 没有了 这个让人怕 对啊 因为你知道所有的这种媒体 我们把网络也当媒体的话 媒体让人最不安的就是 有一些媒体的大亨要合并 帝国 它就变成个帝国 比如像梅多那种帝国 那你会觉得 他的所有的旗下的电视 电台 报纸 杂志 言论的倾向 大概都是统一的 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期间 全球的梅多属下的媒体 是全面站在 支持战争的那一面 是不是 所以同样的 在大陆呢 现在那些视频网站 你仔细看的话 比如说有看这视频网站 你就了解到 优户是比较 讲法律的 其实老实说 就是说 多久爱违法的吧 我都比较不管 我讲法律 什么也版权法 比如说 有些美剧 有些外面电视剧 优酷呢 他会买了那个版权 在他那播 然后你比如说 你在香港看 往往就看不见 因为他那个 买那个版权是限制 他不能在香港播 但是土豆不一样 土豆的话呢 你 他不一定能够 你搜索搜索的出来 你带你花一点功夫 你能够找到很多这种 其实版权不确定的东西 然后你在全世界各个地方 你都看得见 但是你说这个版权呢 我那天还跟你说 说起一件事 就不知道该怎么 哎 他们让我去广告 导演 一说版权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不说了 文章 也仅够久 科技是性质的源泉 责任是性质的保证 性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我最近就是觉得 你看我看电视节目 也都在网上看 而且你即便不在网上看 这个网络手段 种种的已经到了电视了 你像我现在在深圳 你知道吗 我觉得特别好 它这个有线电视 已经到了一种什么 你可以回看 频道回看 频道录像 就给你录像 然后你拿这个遥控器 你一找一个星期之内的 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 Discovery 这个目录 是吧 一个星期之内的都保留 你又调回去 可以反复的看 所以你知道我这个 做电视的 我就最近想 我经历过中国的 就是大陆的 这个广播电视 一个变化的时代 我最早的时候 我们是录音的 就是那种 还是那个带的 一卷 这么录音 拿一个大盘带去播出 到后来 我们说要学香港 是吧 就什么 那个时候广东电台 珠江经济台 经济第一台 就学香港 香港是直播 香港直播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就觉得 直播是最先进的 就是这个 录音时代就过去了 然后所有的东西 都讲究 直播为高 为时髦 一直到现在 咱们那天都说 你这个强天三人行 再提高收视率 也很容易 只要他天天改成直播 他肯定比现在强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通过 我看这种互动电视 我慢慢的就觉得 录播 最终还是王道 为什么呢 就当然你直播 有直播的价值 但是你看现在 就是说 权力越来越在遥控器的手里 在个人手里 他实际上是 想什么时候看 就什么时候看 你这句话 很自主 对 闻到这句话 没听清楚 倒回去 再听一遍 他就非常的自主 而你要适应 他这个自主 你明白吗 我必须变成女的 就像刚才就 我必须变成较为阴性的 被动的 任他玩弄的 对吧 我就这么 被观众玩弄 被观众玩弄 我们变成个玉体横尘 或者这个脏体横尘 摆在他面前 他们想怎么看我们哪 就看我们哪 想怎么搞 不能这样说 倒过来说 对 我们被他们玩弄 可是我们到底要 拿什么被他们玩弄 还是我们决定 我们讲什么 不讲什么 他也控制不了 只要我们直播 或说录播之后 他才可以随意前后玩弄 这个当然很方便 可是说话说回来 这个我经常担心 因为可能我家有小孩 我看他这个十来岁的人的 看电影的习惯 就跟我不一样 非常没耐性 这是因为有遥控器 对不对 有遥控器看电视录像 然后网络看 他根本没耐性 任何看一个经典片 我们去电影院看 我觉得有时候 他就觉得很不耐烦 有时候我偷偷看他 看我女儿 看到他一边坐在那边 手指好像不拒绝地按着遥控器 这样转着遥控器这样转 我跟你女儿可以一块过 你也是这样 我现在因为老弄这个 我现在看电视的时候 老师 一到文道那句话过去 我没听清 我就 你就觉得 回放 我想回放 可是我想先讲这个直播的问题 其实直播肯定永远还会存在 因为这个是跟新闻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你如果奥运开幕式 我想大部分人都想看直播 对 而奥运开幕式完了之后 没有人想回头看 球赛也是 对不对 比如说你看林苏豪连输几场了 你得看直播 你都晚上才知道他输了球 你就不想再看回播 所以他肯定是跟某些节目性质相关 我觉得当年做电台 那么讲究直播才是王道的理由 主要考虑的不是听众或观众的习惯 而是节目制作人 比如说我在做电台的时候 我们都很强调尽量直播 为什么 因为我们做节目的人都有这个见 你做直播你的感觉不一样 非常不同 你做录播的时候你说话会比较草率 你做直播的时候你整人高度集中 更吵涩 更是你 高度集中会通常做得更好 对你录播当然两个可以不充出 你直播有那种状态在那边 可是录播在后来录播很普遍以后 可以有一个发展 像我们现在买一些很高品质 档次比较高的光碟 可以什么 你听到有人来评论 你是可以看到的 比方说你现在去买原装的哈利波特 对那个导演评论 对导演 还有他找一群最核心的哈利波特的粉丝 在那边讲 这一幕不应该怎么拍 你看窗崩了 还有这一幕他演的怎么样 他跟原著有什么不一样 那我们可以想象 假如我们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这是你的东西 三人形 你的东西 假如你的东西以后 弄成这样高档的 枪枪杀人形的路的光碟 然后每一集都有旁边 有窦文涛 有梁文道 在那边点评的 你看讲这句话的时候 各位注意 窦文涛等一下有个反应 非常不缺的反应 那个多么 它是另外一种享受 可以把那个商品 再卖 再消费 再行销 那是另外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的阶段 但这个并不是很新 你会看吗 那些电影 正版光碟的那种导演评书 我通常不太爱看 但是你知道 有的那个日本AV啊 旁边有类似于 没批的东西 这个也不是说话 这旁边他有这个字幕 这么狠啊 这么大 比如说我们说 如果我们这个也做成这样的话 你看文涛这个视线 开始不对了 他在看什么 又停了条腿啊 对不对 这种 可是再讲回去 我觉得刚刚家会讲 看电影那个习惯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最常在台湾 还跟蔡明亮一起做节目 导演蔡明亮 后来我们两个聊天 我们就说到 现代人看电影的方法不对了 就是在家看电视 有遥控器看 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太好的看电影的办法 因为电影院那个状态 你想想看 香港有很好的作家 尤静 他写过那个电影院 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 他说什么呢 他说去电影院是什么 是放弃自己的自由跟自尊 放下自我 对 因为你比如说你这么爱看电影 就这么爱在看电影时候哭的人 你就了解 你坐在一群陌生人当中 隔壁的人你都不认识 你夹杂在陌生人之中 你的情绪 你的一切时间 注意力都是放弃掉的 被人牵扯你 他要你笑就笑 他要你哭你就哭 而你哭的时候 你居然在一堆 你不认识的中间哭 是 这是非常奇特的状态 这个就是 就是他是男的 我是女的 当然我说这个男女 这种是这种非常臣服的 大男子主义的那种性别观 好像认为征服人的就是男人 被征服的就是女人 这是不对的 但是容许我就用这个臣服的观念来讲 就是你看啊 过去这个大众传媒的这个时代 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 这个传媒包括这个电影 他更像男的 他要去 这个观众是女的 是吧 他要去强暴你 或者他要去催眠你 他要去勾引你 诱惑你 但是你看现在啊 民权上涨了 民权上涨了 我就说就又又回到咱们这个阴阳 这个现在是民主啊 手拿遥控器啊 现在进入分众传媒啊 就是他要剪断你 你知道吗 他要回放你 他要上左边右边 他要挑剪你 但是呢 当这个观看经验变了之后啊 有些乐趣就没了 比方说就像你说的 我在电影院被征服的这种享受 没有了 我发现在臭的电影 我在电影院也能看完 可是非常好的电影 我在家里看蝶呀 往往看不完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角度正确才能结合组装 结构稳固才能向上发展 无限创意 丰富下降 为人类留下恒久传承的梦想建筑 雅居乐地产 祝梦天下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全场牵引量造工艺 历尽天宝肚图场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囊 咱们这个嘉辉也是阴阳家嘛 对阴阳也有高论 因为我刚听得非常兴奋 从征服被征服 可是我联想到 我做人比较悲观 马上联想到 不管你征服还是被征服 还是得先付钱买票 还要付钱给导演 可是说我在看电影的乐趣 没错 你在家里你说 最好的片 也不如往往看不完 其中有一个道理 跟文道说 刚刚那个朋友尤静 他的文章是雷同的 那有一个电影理论 那个电影理论 叫做机器论 电影像个机器 什么机器呢 造梦的机器 你去做梦 OK 怎么说呢 你跟看电影 跟做梦的过程是很像的 你进去一个黑暗的地方 对 然后就像你说的 放弃你的自由 你坐在椅子上面 本来不应该动的 身体不动 睡觉一样 对 然后呢 那个光还有一个很重要 它光从后面打过来 打在前面 好像我们做梦 有个影像在我们眼睛 大脑皮直上出现 完全那个感觉 你投入那个梦境 这完全是催眠师 布置医疗室的情况 没错 没错 所以呢 这个才是电影 有时候再烂的电影 都能够让我们投入的 我们完全投入了那个影像 所以也是才说 有人讲电话 我们那么讨厌 他提醒了我们 我们是在做梦 把我们吵醒 因为做梦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